你好,我是赵曼晴 你好,我是赵凯晴 現在又是時候要為乾婆婆種一棵樹 我們每年都會種一棵樹 每年乾婆婆生日就會種一棵 生日快樂 今天我們種這一棵就叫 Golden Delation 廣東話就是金冠蘋果 這一隻金冠蘋果 我覺得它很好吃又清 我覺得它看上去又很美 吃下去的味道又甜 我覺得這隻蘋果好像一隻很好吃的蘋果 好像很清 好像會解辣 一百九一年的時候 就在美國 就在西伯吉利亞州 然後在那裡就有一家人 我家裡是怎樣的呢 它就說 很大地 很大花園 很大地 所以很多草 一條條草 很長 那就是呢 那就是呢 又有野草了 那呢 那這裡呢 這個地方呢 有一家人 然後呢 他的爸爸呢 就叫一個兒子 是十五歲的兒子 那兒子呢 他叫兒子去用那把呢 大年刀去斬那些野草 是拿著之後這樣切下去的 但是呢 之後呢 他的斬 下斬下的時候 就發現 有一棵 好像 好像蘋果那樣的 看下去 那棵呢 那呢 樹仔呢 還有呢 嬰兒子 這個十二 十吋 而已 不好意思 是十二吋 二十 吋 才對 哈哈 那呢 那這男子呢 看到POPPY的樹 就呢 他呢 就好像POPPY的樹 那樣的 一二十吋而已 之後呢 他就沒有斬肚 那 那男子呢 一路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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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他都不斬一棵樹仔 小小的 那棵樹仔 他呢 只是斬他旁邊的野草 但是呢 那男子呢 就周圍找 周圍找 嗯 旁邊呢 一棵蘋果都沒有 旁邊 所以呢 他不知道他的爸爸媽媽在哪 在哪 在哪 豎仔 一啦 大了 好了,之後呢 它慢慢生了 就是這樣 所以呢 它就到處種,不斷種它 就令到很多地方都有這隻金冠蘋果 我們今天會講兩種不同的種法 就要吃了一隻蘋果,然後拿出它的核出來 之後呢 就要洗乾淨了 之後呢 就要放在紙上 放開它之後 放三個禮拜或者四個禮拜就可以了 之後呢 可以放濕的泥下去 或者可以放一些濕紙巾也可以 然後呢 就要放在袋裡放入冰箱 是因為呢 是喜歡呢 又冷又濕的 還有呢 那幾個月之後呢 因為呢 它這樣呢 就會好像過了一個冬天 那樣 如果不是用濕紙 不是用泥呢 那呢 用濕紙巾呢 那呢 你就要用 濕裝濕紙巾呢 譬如 幾個禮拜 那你就要換泥 不然它會發霉的 如果呢 種它在旁邊呢 要有些泥的 你呢 就可以就這樣種在外面 這樣 但是呢 在外面的時候呢 它要分開 分開十二吋 然後呢 它呢 就要一吋 那麼深的 如果不然它們長大了 會大結的 如果秋天種呢 不要 種在 那個 結冰的花符 裡面 我們呢 我們呢 就可以種它 在溫室 或者我們可以種它 在一個 溫暖一點點的地方 樹櫃的種子呢 春天呢 帶它去泥土 那裡 到它呢 高一點點的時候呢 要倒一吋沙 下去 它喜歡鬆鬆的 那隻腳 我們每年呢 都要放我們泥雞的肥甜鳥 在它 那棵 金冠蘋果裡 但是呢 那泥雞又變成雞子呀 這一支呢 蘋果呢 它呢 是四至六年才會 出果的 才會有果的 才會有果的 這樣啊 那我們會多少歲呀 我呢 就是六歲 再加六年呢 那呢 就是十二歲 我是五歲 再加六歲 所以呢 我是十一歲 或者呢 它呢 三十八尺那麼高 都會欠蘋果的 屁股多高呀 八尺呢 好像我們家 天花板那麼高呀 我呢 有時候 蘋果呢 種出來呢 不是一樣的 有時候 因為呢 一隻蘋果的那些核呢 有很多不同種的 基因的 就好像呢 一隻灰色的貓仔 生一隻白色的貓仔 我們現在呢 就會去拿 那些種子 在雪櫃裡種 我呢 好了 這個就是 GOLDEN DELICIOUS 啦 金 蘋果 我們 雞婆婆 我們祝你生日快樂 雞婆婆 我們祝你生日快樂